OK,好,那就歡迎大家收看,收聽這個九月份最後一集的這個Wing經濟 那今天就是九月二十八號,也是香港的時間,啊,UK時間也一樣,OK 今天就迎月,我有一些朋友在WhatsApp群組上就已經上載說,今天月光很遠,都算是幸運,因為天文台本來就說今天稍後時間可能會有些趙月,似乎都算是天功造美,起碼啦 這個可以讓大家可以想一下月,這樣,迎月,這樣,啊,還有要交代一下,K.O.呢,今天就不是公幹了,今天他也是飛,不過呢,他就是跟家人呢,就真的放假了,那都絕對是well deserved,他今年來講的話,都忙到是,都飛了很多轉了,不過一路都是公事啦,今次就可以真的跟家人回到他鄉下,OK 就是可以散一下心這樣,祝他旅途愉快啦,玩得開心一點啦,在日本那邊上下雨這樣啦 那應該都享受到一個便宜的日圓啦,哦,日圓就一定便宜啦,OK,那就沒事的,你要知道,花錢的東西,那邊節省了,轉頭就花了凸而已,都是,都是,就是幫助一下這個振興經濟,不過就不是,不過就不是振興香港經濟,啊,就好像是振興日本經濟,啊, 哈哈哈哈哈哈,那你香港,就是有夜紛紛嘛,你又,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排不排到隊,就是那個,那些名單可以回鎮那幾百元啦,但是就,好像灣仔都有些夜市啦,但是我又看到說,因為啊, 啊,重要一點當然是十一國慶啦,十一國慶啦,今年有沒有煙花房? 有啊,停辦了幾年嘛,那今年就當然,啊,加上又有夜紛紛,當然要鄭阿慶啦,是吧,那所以今年就, 會是,會是,會是,再度有這個,國慶煙花,啊,會議,那樣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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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個夜紛紛的香港經濟又鼓勵那些人走出來 那他們又回應這個政府的號召 掏錢出來擺檔之類的 然後轉台又說這個十一煙花不可以擺檔 那都很失預算而已 人家心想那天人多,當然是做生意,當然是人多才往場 人多的時候你就不讓他做生意,我撐住你 不過好像在傍晚的時候就有一點修正 就好像晚上有一幾個小時就不可以擺檔 然後十點半之後就可以擺檔 其實也很厲害 不知道怎麼做 我猜你就沒有去,但是回看消息 你抽時間,其實我是真的想著會抽時間去的 不過當然那天人多的時間就不會去的 我還是選擇閒日的時候,人少一點就去看看 就是抽一下熱鬧 我代表香港政府,謝謝你 雷總都肯消費,幫我搞一下市 搞清楚 我是去看一下東西,還有為了我們的網友著想 我打算去拍攝東西,我沒有想著這個二十元四粒消費 買一杯啤酒也捨不得 我也不喝酒的 我不知道有什麼喝,珍珠奶茶也好,怎樣也好 就是想著只看 那不是只看的 我都說我會去買東西的 OK 看看到時候的價錢如何 老實說是 我覺得 我也會消費 我並不是在一個深山那裡生活 自己種菜自己 種米 但是問題就是 那合理消費 我覺得是 我不是說代表香港政府,謝謝你 起碼 都消費一下 不是說你幾十億這樣花下來 但是買幾吋魚蛋都不錯 因為之前就說得很諷刺 因為 想著多人放煙花終於出來 誰知道是 放煙花的時候 因為人流管制 可能當晚沒有夜市 但是剛才雷總也說 發展局就好像在Facebook裡面說可以彈性處理 但是在營業上也挺麻煩的 因為我相信雷總就沒有做這些 這麼down to earth的生意 但是 那時候我譬如幫蕭先生在維園裡面做 其實那些電都很重要的 你沒有電就怎麼做生意 所以譬如駁電 我看到那個消息就說 手蠻營業呢 其實只能駁得1000 瓦特的電 基本上是有些生意都做不到 或者可能要 很暗地 或者可能是 有些機器都是開不了 其實那些配套好像都還沒有很準備好 沒有辦法了 老實說 你說這種down to earth的生意 我心想 你說擺檔啊 夜市啊 這個down to earth的生意 我實在是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的 但是 我都說我是板間房長大的 我那個時代做的事情的話 就只是不同的 你說down to earth的話 我不知道怎麼才叫down to earth OK 就是做這個拉鍊啊 這個穿膠花啊 弄這個券花啊 甚至乎我就走過在這個公屋那裏派報紙啊 賣汽水啊 那樣 我不知道這些算不算是down to earth OK 就是不同時代的 做不同的事情而已 但是也挺理會的 就是你 你有做down to earth的生意 或者的工作 但是譬如 當你派報紙那樣 可能那些報紙有你這個電影還沒排好的東西 那譬如今次這樣 做攤檔 down to earth 那你電是必須的 是吧 就是水電 那電又說不夠 那整件事又真的比較 理會比較搞笑一點 這個就真的差一點了 就是我都估不到以香港一個 就是 一個這麼 就是怎麼說呢 配套啦 OK 就是這麼有經驗 一個國際大都會啦 老實說是 那麼 這些這樣的攤檔的話 那當然都很久沒有擺的了 但是大哥 那你又不是說以前從來沒有做過 那樣子 你說這個是石破天驚第一次 就是處女下海就說而已 但是這些東西 老實說 有幾 就是有幾 困難有幾複雜啊 就是問題只是 你完全是沒有計劃 沒有一個比較好的 控制而已 沒有那些AO 好像都很高人工下的 為什麼 就是 我不知道現在怎樣 那時候我們 譬如大學畢業 其實這些同學就搶著搶著做AO的工作的嘛 因為AO的人工就嚇得住醫生的嘛 好像一開始起床那時候 好像三四萬 那當然很不錯啦 因為那時候 就是一開始都是一萬頭而已嘛 那你兩三倍的嘛 很高的 不知道現在AO或者當局的人是怎樣處理的 但是 譬如現在政府官簡直是一個就是高薪厚職啦 不是開玩笑的 但是高薪厚職得來都擺到這樣 就是別人不夠電 那就是 可能他雷總有做過Dent to Earth的生意 但是他們就沒有做過Dent to Earth的東西了 那可能也要大家看看這個情況 那 這邊 英國當然就沒有什麼就是中秋的氣氛啦 第一就是 中秋就 不是這裡的行日啦 那第二 但是都會約相關的朋友 那就都 出來吃個飯啦 那就是 有朋友很好就寄了一盒月餅給我啦 那可以就是吃一下月餅啦 那因為吃不慣這裡的 不知怎樣製造的月餅啦 那不太習慣 那所以有個朋友就寄了一盒月餅 那可能就是吃完兩餐飯就吃個湯丸 那這一兩天其實英國都有個風暴 那當然不是你們香港那些十個風球那些風暴那麼厲害啦 那是 在北大西洋 就是吹過來的一些 就是秋冬天的一些風暴 那影響倫敦就比較少一些 但是最近都是大風一些或者多雲一些 那不知明天有沒有機會可以看到 那麽 月圓的一個夜晚 那看看好不好 希望啦 天文台說明天好像也有些 就是雨水 那就是 不過說實話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呢 我真的覺得呢 香港 過去這十幾年的中秋節呢 其實比例上都不少 是有點雨水那樣的 就是 挺特別的 你說記到天氣我就真的不太記得 你說 但是 但是 今年應該 維園裡面都是還有些什麼 那些燈飾啊 或者彩燈那些 那些節日都還有嗎 應該是有 但是今年好像維園就沒有很高調地 賣廣告 反而就是說 其實都是 夜繽紛那一連串的 這樣的 節目編排來說的話 就好像也有一些 譬如說什麼 沙子山城市啊 這些 屯門啊 那些地方是有搞一些 什麼上燈會這樣的東西的 OK的 但反而維園好像 今年真的好像不太覺得 搞一些很大型的 一些 燈飾展 好像不太覺得 讓我搜尋一下 看看有沒有 我也有 在燈會 我看到 但是不知道這個規模有沒有說 就是夜繽紛 可以大一點 但是 就是 就是 過往 一向有的那些東西 都好像都 繼續有 但是你說規模是不是大 那就 報道裡面就 沒有說過 反而是 本身 大坑 沒有火龍就停了很多年了 今年就 好像說 規模就會大一點 會沒有出去 銅鑼灣出一點的地方 我有一次也有幸是有個朋友 他就不是 舉那些火龍 因為那些就應該要 男士很大隻 好像雷種可以 幫爸爸托 一部冷氣機的那些 尺寸你才行 那不要說雷士 可能男士 瘦瘦一點 那條火龍都挺重的 還有 都沒有 起碼半個小時 我想 還有 上面那些 香 不斷地 掉灰下來 其實就 挺辛苦的 還有 還有相信你這家香港天氣 雖然雷種 星期日一的節目就說 佔有秋意 只是佔有而已 我想你舉起上來 都是熱的 都是 天天和晚上才 才叫做 有些秋意 中午的時候 都仍然是 火辣辣的 不是開玩笑 是啊 秋老虎 所以就 都 應該還是比較熱 所以比較辛苦 文化廣場 文化中心那方面 都有一些 在外面 分流的 水池就有一些 不知道什麼設計 比較特別的 那 因為我看到有些朋友 都貼上來 所以我知道 在文化中心就有 但是 維園好像沒有聽過朋友去 所以 看回 那個消息其實都有 所以 大家都儘量出去 那就是 夜紛紛 其實 我覺得 這個節目是有些搞笑的 因為坦白說 你現在香港人口 開始老化 不是你想不想去 夜紛紛出去 那你體力上是 有時候很難出去 夜界 不像張議員可以 帶一些妙齡少女 或者孫女的年紀 可以出去喝酒 我都說 坦白說 我都是很難 有時候晚上 喝到一兩點 其實我都打哭了 我覺得是很辛苦 因為我習慣了十二點多 然後睡 然後早上六點起床 你叫我 喝到一兩點 甚至去 Clubbing的話 坦白說 我的年紀都是 搞不定的 所以 我覺得夜紛紛 都是有點難搞的 那 看看情況 看看之後 還有沒有 還有一些 追蹤的 那 不如也說說市況 市況 市況其實就 好像 Futures 有時候市況 都會升 我今早早立馬眼看 但開了市 大約 十四分鐘的時候 掉頭就跌下去了 沒什麼辦法 九月來講 我不知道雷種有沒有做資訊 但是 我看回 Bloomberg 電視 有時候都會彈一些資訊 就 Signality 來講的話 無論生涯指數 就是 Dow Jones Nasdaq 以及 S&P500 其實過去五年 Average來講 都是九月 跌的機會 比較高 那都是有個 Negative的表現 除了五年前 可能有個反彈 之外 大部分 過去四年 上年 更加 因為上年 有個跌市 那麼 大部分九月 都是比較弱 那麼 去到28號 應該 跌了今天 希望 或者明天 那麼 Nasdaq 就是 跌得比較 是幅度比較大一點 跌了0.5% 那就沒辦法 因為整體的情況 都是 市場都是說 通脹有機會 重來 那麼 油價是 其中一個 就是 價格就升了上去 所以好像 整體的 負責期望 就高了一點 債方面 最近都是 就是 兩年債 10年債 都是 資息 都是有上升 債價 都是 上升 所以 10年債 其實都是 去到近年 的一個 都不是近年 我忘記了 是10年 應該是 好像 如果沒有記錯 07年 差不多 所以 標題 檔懷 說的話 就是 很誇張 10年債的 債息 就是 去到一個 十幾年的高位 等等 我正在找一個圖 但是 其實 今年其實不斷地 都是 創新 高 沒什麼辦法 似乎 之前以為加息周期或者通脹可能會受控 但是暫時市場又是炒風險就覺得有機會上升 所以 10年債 現在就去到4.65天 然後兩年都 5.135 所以 Yield curve Inverted 的情況 都是 出現 所以 你看到 6個月前 就是最低 那條 Curve 一個月就是 中間那條 藍色 就是 9月28號 Sport 所以 你看到 無論半年 一個月前 整個 知識曲線 都是 升了一級 好 所以 你給我 show 你剛剛說到 10年了 我show 你應該方便一點 有 因為我有 什麼 你是不是 你好像還沒 Enable Enable OK OK 這個就是 10年了 剛才 Eddie說 其實 今天 繼續上升 已經是 4.67 來 已經是 所以 如果你看回 那個 就是 時間 來講的話 是 去到 4.67 2007 已經是 2007年 10月 的時候 就是 2007年 暑假 的時候的水平 你看到 這個圖也看到 上升 上升 其實都挺急的 老實說 一路 扯上去 都是 所以 這個 我想對 我們過去也有說過,十年債對美國的一些 它是一個Benchmark來的,特別是Mortgage 美國的Mortgage是Based on十年債的 汽車的供款也是跟過十年債的 雖然美國的汽車一般來說 公車的時間不會有十年那麼長 美國的公車一般來說 就是過去,我在美國生活的時候 一般來說就是六年左右的 公車的年期 但是隨著現在的車就越來越貴 所以現在的公車的年期也一直在延長 現在我聽說有些車的供款期 是可以去到七年多的已經是 即是能夠拒絕到這樣 所以就變成十年期的 國債就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 Benchmark就是剛剛所說的 這個Mortgage 還有就是Auto Loans 所以在美國來說 所以現在就是在美國來說的話 有公安車或者 扭袖我們也說過 其實美國的Mortgage 其實絕大部分的Mortgage 都是行一個Fixed rate 總共如果以這個30年的Fixed rate的話 佔了70%的Mortgage 是行30年的Fixed rate 那有些可能是10年 20年 但是如果是Based on Fixed rate的Mortgage 是佔了整個Mortgage的Market 大概九成 大概只有10%左右 是按一個真的Floating 那當然如果是Floating 就非常陰功了 因為其實 在說兩年三年前 你看這個也看到了 最低的時候 2020年的時候 當時十年期的Tresury 0.5厘 所以兩三年前的時候 的Mortgage 是大概三厘多 現在已經是七厘多了 如果你是新做或者是做Floating的話 所以就對於那些Based rate 基於Floating rate的話 其實那個負擔都真的 都很厲害 所以美國就說好一點 上次K.O.也有分享他 看了一篇文 就是為什麼 美國的樓市沒有倒閉 其實我們之前有說過 就是因為那個Mortgage 一個做法的問題 是啊 大部分都是Fixed了這樣 我就不太明白 除非那些人 就是傻傻傻傻 就是三厘多的時候 不需要做這個Mortgage 那就沒辦法 就是 這麼好機會 都不Lock 一個低筆 就是 只可以打屁股的自己 因為英國那邊就很慘 那我的朋友都 就是比較基層一點 那 就都說想買一層樓 那我說 如果可以的話 真的可能簽一個短一點的年期 好一點 因為就是 近來那些 希望會 就是 捱不住都要 就是向下調 那你 起碼沒有這麼辛苦 就是 就是之前的人說 唉 預了會加息 喂 預了加息得來 你預不到這麼快 這麼急的 就是 這個速度其實都很重要的 那就是 這次聯儲局 就是都是 就是加得很快很急的 那所以就是 你預起上來 還有那個時間 那個速度 是不是都是你預了的話 那就是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 都幾慘 那你看到就是 當你Benchmark 就是10年債 剛才你說最低 0.5 你不要說是0.5 最低那邊簽 當你1 就是那個位簽 那你現在都4點多 那都成三四倍的 那你可能本身之前 公斤的利息 不要說principle 如果你不幸地是 就是剛剛是叫remortage 就是好像英國 就是我一直都是不明白 為什麼 就是美國是可以簽 一個這麼長 定息的 但是英國不是 那就是 理論上 錢的成本就是 這個interest rate 那我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可以 美國可以provide 一個這麼長 年期而供 一個定息的產品 但是 英國就是 不行 就是我不太明白 就是 為什麼是 沒有出這些產品 究竟監管機構不給 還是怎樣 這個 有機會 如果看到一些 我想其實美國那邊的定息 其實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美國有這個 就是 他有兩大美國的 政府的一個 就是 一個 所以 這個是一個 我想 比較大的原因 所以 也因為美國那邊 有很多 這些 一些 安全性 證券化 來講的話 將一些 融資 打包了 所以 就是 一個比較 好發展的 債券市場 再加上美國政府 這兩大的 融資 其實就造就了 一個這樣的 你說不公平也好 怎樣也好 就是 某程度上 對美國人來講話 其實就是 好事 我又不是說 不公平 我說 為什麼兩地下 有個不同的 我沒有道德批判 說 公不公平 就是 看到有個不同的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回來 你再說 好